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汉朝初年 这个因为局势的变动 有些贵族就变成平民老百姓 平民老百姓的史记称为家人 那汉书就写得更清楚 跟我们现在用法是差不多 就是素人 同样的也有一些奴隶 比如说战乱时代没有办法过活 然后卖身为奴 把自己甚至家里的人卖成奴隶 那么天下统一 也就恢复原来的自由身 还是变成素人 好 底下这个 当时呢 所有这些老百姓 若住在中央政府的直辖地 由皇帝直接来统治的 那么就跟国家来缴税 如果说呢 守住的地方 守住的地方刚好是 封地 由国君呢 封给诸侯 或者是封给清代夫 那么他们就跟这些 诸侯或者清代夫来缴税 在《诗经》里头《魏鸿华坛》呢 这一首诗在大陆刚轮陷的时候很红 就被拱成阶级斗争的一首诗歌 其实这样讲呢 是有点偏差 那里头所讲的不嫁不赦 福取和三百禅戚 这三百禅呢 就是三百妇人家 这个 这三百妇人家呢 都要缴税 这是 正好这三百妇呢 都是住在大夫的封义里头 所以 他们缴税呢 就直接交给大夫 好 这个 这是 上古的一些盖矿 好 底下呢 我们 就来把这一首诗翻译一下 之子于归 就这位女主出嫁了 宜齐释迦 宜呢 就合宜 四宜 那朱熹呢 就把它解释成 和顺 在第一行呢 诗集传 就把它说是和顺 这里的释迦呢 在诗经里头 它可以有大有小 小的时候是单子夫妻之间的关系 甚至呢 也可以匹开人类 光是讲一些房子 土地 这些硬体 同时呢 也可以包括这两者 那这一首诗呢 因为是第一章 刚结婚 所以一开始呢 重点就摆在夫妻之间 那宜齐释迦 就是讲夫妻之间一定很合宜 夫妻之间一定很合宜 这是针对这个桃树而来的 因为桃树呢 已经比你这个 新娘子呢 年纪很轻 在很合适的年龄 就成家 就结婚 所以夫妻之间呢 相处一定很合宜 好 这个 总之呢 这一章 除了表示夫妻之间感情好之外呢 同时还要表示 双方结婚的年龄很恰当 很适当 所以这里呢 我们读世经 就希望我们同学呢 将来只要有 重义的对象 就是对方呢 肯上见 而且有责任感 那么就可以考虑及时结婚 不要拖 拖了对男孩子也没有好处 我们现在有拖到三四十岁 老实讲 青春老早都光光了 好 这是第一章的重点啊 底下 桃子夭夭 就是桃树 长得 娇嫩美好 或者改成桃花都可以 桃花开得 娇嫩又美丽 因为它跟果实有关系 所以你换成桃花也可以 有魂其俗 这个魂呢 一般讲都是讲大的意思 不过呢 有的又讲有多的意思 那在古代呢 对子女来说 对生育来说 当然强调的是多 所以这里呢 我们两种翻译都可以 魂呢 你翻译成很多的样子 或者翻译成多而大 都可以 那另外有的学者呢 就把草字头去掉 说魂呢 跟这个字是同样的意思 那这个字的意思很多 读音也不少 读成魂的话就是大 那读成壁呢 在《易经》有这种用话 这个跟本诗呢 没有关系 然后第三种读成奔 奔是勇士那种奔 勇的意思 第二第三呢 我们可以不理它 那第四呢 古代 又说可以读成斑 也就等于斑嘛 斑蓝 那个斑 也就是颜色很艳丽 很悦目 像苹果成熟那种样子 就是斑 好 那么 我们同学呢 要把它读成 没有草字头的魂 也可以 你把它解释成大或者文采斑蓝 也都可以考虑 好 这个 所以这一句呢 我们可以翻译成 这个有魂呢 就是魂燃的意思 大的样子 多而大的样子 就是有魂 实就是果实 可以翻译成果实多而且大 或者更文雅的就是 结实蕾蕾 而且瘦大 结实蕾蕾 而且瘦大 结实蕾蕾 而且瘦大 它底下 子子于归 一起家室 家室呢 这里是为了押韵 把它倒过来的 所以意义呢 跟上面是相同的 只是它的范围扩大了 因为第一章刚结婚 家庭之间 最亲密的就是两个人 现在有了果实 就表示家上的小孩子 可以翻译成一家人 家庭里面 那这里呢 就可以翻译成很和 和睦 或者是 就和睦就可以了 或者翻译成和谐都可以 就总之呢 不要跟上下重复 它底下 桃子夭夭 其叶真真 这里呢 叙述的 又转移到树叶 真真呢 毛钻是说 非常的茂盛 那叶子呢 这个 对人类来说 主要是挡太阳的 要保护遮蔽的 这个含义 真真是草木茂盛 就 比你呢 这个 新娘子呢 他可以照顾 底下的这些人 那么底下的这些人 就是家人 就是他丈夫 所征税地区的那些老百姓 他丈夫 所统治的这些老百姓 就是家人 好 我们翻译成 他家统治地区的老百姓 也都会很和睦 或者和谐 跟上面有区隔就可以 那么这家人的用法呢 到红楼梦 也还有这种用法 好 以上呢 就 我们就把 这个 上礼拜师呢 做个结论的 好 等一下我们今天呢 要看新的单元 就是兔居 兔居呢 就是描述这个猎人 在捕抓这个兔子 这些呢 都是由他影射 或者比喻的含义 有借贷的这种用法 好 捕兔子的这些人呢 一般都是讲武夫 不读书呢 跟文士有个区隔 可是呢 一个国家在古代呢 时常会发生战争 所以在战争年代呢 相当借重武士 武士 所以兔居呢 就是在描写这一群 可以抵御外伍的勇士 好 毛旭呢 就说 这首诗是描述后辉的教化 好 这 这有一点 这有一点牵强 好 总之呢 它是赞美列人 或者是武士的一首诗歌 好 同一看墨字里头呢 然后它就讲文王 好 这个选拔的红妖太殿这些人 于居王之中 好 居呢 就是表兔居 这一类的捕捉鸟兽的王 好 这些人呢 因为跟居王有关系 所以都代表武士的身份 文王会墙呢 一开始 他有四个国家的首领 都拥护他 也就是所谓的士臣 士臣 所以从文王以后呢 反正是一个国家要强 这个领袖底下必须要有四个 很杰出的臣子 或者是大臣 所以从而看那个 金庸的天龙八部 像那个慕容妇呢 他底下不是有四个家臣吗 那就是金庸套文王的这种模式 因为文王有四个家臣 所以周朝才会兴起 金庸套就安排慕容家 有四个家臣 这是有典故的 总之呢 国家少不了这一群勇士 有关这个补兔的网子呢 它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圈套 刚才看到图片已经可以知道 那这个圈套呢 或者补兔的网子呢 在古代简单的就说是体 像庄子的杂篇 这个外物篇呢 它就讲到 体者所以在兔 就用在兔子身上 可是这个得兔而忘体 就等于补大鱼呢 得鱼而忘泉一样 这个泉呢 我们顺便让他们看 就是补鱼的竹篓 它这个好像漏斗形 里面 同时看里面那个 里面那个呢 顶端是很小 竹片互相交叉 互相交叉 所以 鱼呢可以顺着水流 很方便的跑进去 可是就出不来 因为里面的竹片是交叉的 那后头是关闭的 这种捕鱼的 那底下这个当然也捕鱼 不过呢最主要就是捕鱼字 好像有点区别 所以 啼呢就是兔鱼 啼就是兔鱼 这个 它虽然只是一个圈套 可是呢竟然会有意外的 这个效果 比如说像战国车 就有一段呢描述说 有人就设置 设置了戏题 这个 结果呢抓到了老虎 这老虎呢一直摆脱不了 因为这圈套把他脚牢牢套住 老虎没有办法 最后老虎就决定把自己的脚掌 把他咬断 就少了一个脚掌 好 那么可以知道呢 虽然是绳子做了一个圈套 可是有时候真的是 可能很牢靠 旁边同学看到了 这是小型的捕兽夹 古代是用绳子做成一个圆圈 我们当代都是用铁 钢铁之类的 那当然可以做的有大有小 这些呢都是一般露营用的 对护小动物的 比如说 像到陌生地方去露营 怕晚上会有意外 小野兽会出现 或者是有蛇之类的 像最近这种天气呢 蛇活动很多 所以我们同学呢还是要注意 因为蛇马上要过冬 要过冬 所以他必须要吃到很足够的养分 让他过冬 所以活动力很强 都会靠近人 好 像这个露营的时候 就摆在帐篷外头 小小的对付小野兽 如果说伙伴呢 有人会梦游的 那事先呢就要提皇 就要派卫兵守一夜 然后这个同学看到就更大的补兽甲 搬开呢还是一个圆权 还是从圆形变化而来的 这种大法呢 你同学看后头还有铁钉 铁钉 这铁钉是 铁钉的末端呢是一个铁钉 很粗的铁钉 直接把它钉在泥土里面 所以像猫狗 或者像鹿这些动物呢 中了圈套以后 也就离不开 因为铁钉铁钉牢牢的钉在地面上 它拖不走 像这种对人呢也有杀伤力 所以我们同学呢 到比较陌生地方 这个尤其是野外呢 要特别的注意 就像今年 这个开学之际呢 像这个东海大学的三年级的学生呢 就在野外发生意外 他种了猎人的圈套 它是钢丝的 就被吊死了 所以我们同学呢 这个到野外也不要随便乱闯 碰到小的捕兽甲 或者大的钢丝套 那都很麻烦 所以我们同学到野外呢 如果露营的话 不得已最好拿一个拐杖 看不清的地方 要先用拐杖碰一碰 探一探 好,以上就是这个细题这个问题 一开始树、树、吐居 这个树呢 跟盐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制作很严谨 很监牢 制造很监牢的 捕兔的圈套 捕兔子的圈套 那么拙之征征 这个拙是动词敲打的意思 因为一个绳子的圈套呢 他怕野兽会把它偷走 所以圈套一定还会有另外一条绳子 就绑在木桩上 而且这木桩是钉在泥土里面 让野兽脱不掉、脱不走 拙呢就是把木桩钉到土地里面 好,针钉呢就是敲打时候 发出的声音 就是模拟、模拟、拟生词 好,这个 把木桩敲进地底 发出针钉的声音 好,以上描述的都是跟五四有关联 主角就是一位武士 才会做这些事情 接着 揪揪舞夫 揪揪呢,一般就写成密字边 那是通常的写法 正写就是阻字边 就是揪揪又熊揪揪 或者是威武雄壮 或者雄壮英勇 这个意思都可以 这个熊揪揪的武士 是公侯的干臣 公呢就是王公 侯就是诸侯 他是代称高阶的统治者 是王公诸侯的干臣 那么干臣呢 他是属于借代的用法 干呢同样看到的就是周朝时代的盾 盾牌 因为他在火墓里头呢 当然会损害 所以学者专家呢就根据他的图形 泥土所留下来的这些痕迹 然后再根据当时的艺术的潮流 把它护匀 大致周朝墓林这个盾牌是这个样子 另外的像常灵也就刘邦浦牧 那些殉葬的陶雍呢 从来看 很多人也都拿着干 也就拿着盾 这两种盾呢有大小的区别 很明显就是祭兵用的 这好像吃饭的盘子一样 因为这样马上呢太大的道具不容易使用 这种是祭兵用的盾呢比较小 步兵用的盾比较大 因为他可以把士兵呢 比如士兵蹲下来 他可以把整个身体都保护起来 好 这个成呢就是为城墙 这两种都是借贷的修持法 所谓借贷同样就是知道 用相关的来替代 比如说呢 像曹操的短歌行 他要讲酒 比如说合一解忧 我也有酒 但是这样不太像一首诗 所以他就用两个字 把这个位置把它补起来 他就用杜康来代替酒 杜康是一个造酒的人 也就改良酿酒技术的一个杰出人物 那这种就是属于借贷的方法 那文学上我们可以看到很早的就是 最早的就是兔居 那甘城呢 就用这两样东西 来代成保家为国 而且有才智的这些武士 这些甘城 那么底下呢还有复兴 复兴同时知道这也是属于借贷 因为它是人跟人的生命呢 是不可分的 所以它就可以代成很靠得住的亲信 部下 好 公和甘城就是王公诸侯 抵御外伍的人才 接着素素吐居 这我们就不换意 诗于中愧 这读成诗就可以 不一定要读成义 义是偷藏延藏的意思 这里是摄字的意思 跟摄诗的读音 意义都是相同的 好 诗呢就翻译成摄字 摄字在中愧 愧是大马路 在古代呢 专名的话 是讲九达的道路 一个路口呢 它可以通达到九个地方去 当然这种路口不多 通常都要在京城才会有 后来就换指四通八达的大马路 就可以叫做愧 简单说就是大道 大马路 中愧呢 这也是诗经为了押韵所出现的道庄的句话 中愧也就愧中 也就大马路中央 这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谈 把它设置在大马路中央 好 揪揪舞夫 熊揪揪的舞是 公和好丑 好呢读成动词 喜好 忠意这个意思 丑就是搭档助手 配偶这个意思 本身没有好的意思 愁呢这是一个假句字 这个字呢在过去都弄错 这几年大陆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学者呢 才把过去认不清的这个 求的本字呢把它找到了 那这个字呢比较难写 所以一般都用仇人 因为是同音 所以用仇人这个字来替代 这是属于假计 仇是配偶搭档的意思 这在上古时代的一个领导者 最理想的就是他有一个干部 强到可以跟他能力不相上下 这是最理想的领导者 他有这种难得的助手 可是我们当代一般对部下呢能力越强 就会越嫉妒 很奇怪 古人反而不怕 因为他是血统士族的社会 你根本无从没有办法去篡位 所以古代呢有时候有些风气也确实是很好 就是部下能力很强可以跟领袖并驾齐驱的 那就是求 就是搭档 对手 好这个好求呢 众义的搭档 简单话叫好助手 好是王公诸侯众义的搭档 或者众义的助手 或者理想的好助手 也都可以 底下树树吐居 诗于中林 中林就是林中 树林是里边 树林中间 把它设置在树林中间 这个刚好老师有碰到过一件 类似的事情 这个老师当年呢 当服御官御的时候呢 是在中立兵工学校当教官 当教官呢平时就是上课 可是上课有时候在军校呢 他会有临时的演习 比如说突然航空警报 警报一发出来呢 这个教官就要把整个教室的小兵呢 都带走 当然就带到学校周边的山坡地带 在树林里面去躲避 因为是演习 那士兵也都很乖 就带到了树林里面 本来已经可以休息了 就一进去呢 这小兵突然 哗啦哗啦的一直喊 那就在演习里头 这是禁止的 所以老师呢就去看 结果呢 原来树林里面跑出一只兔子 也不是很大 是灰灰色的那种兔子 他出现以后呢 旁边的人一下子看到想要抓 但是已经来不及 就两手一抱 这兔子当然从他怀中跑掉 可是呢他后头还有其他的这个小兵 兔子又跳到小兵水上 再抱还是没有抓到 不过后头最后终于被抓了 事后老师在想 这兔子怎么这么笨 兔子在跑他沿着树林里面一条小路 光秃秃的小路 他沿着小路来跑 小路上都没有草 旁边都有草 而且再远一点就有很长的 甚至有荆棘之类 所以兔子呢 他如果不跑这些光秃秃的马路 他往草丛一钻 根本呢 谁都抓不到他 好这个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是东华大学他们在调查生态所得到的一个经验 他说像鸟类呢 也会死心眼 被抓了八次呢 仍然没有改变他的这个行为方式 像这三头虹 还有这边呢 这种鸟也都是一样 好 这是 嗯 两年前 就东华大学所做的生态的调查 就他们结论呢 这个黄色的 就鸟类和其他动物一样 对于生长的这些环境有依赖性 一旦习惯了 就不会改变习性 动物大致是这个样子 所以刚刚老师讲的那兔子就是这样子 他习惯的走那条路 他一定要就要走那条路 所以借着动物呢 我们同学不妨反思自己 这也是自己提升程度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同学的思考模式 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盲点之类的 这里呢 就因为兔子时常出现在树林这些地方 所以可以把圈套设置在树林中间 同样的如果说在大马路 发现兔子走过了痕迹 那么在大马路上设置陷阱一定可以抓到他 因为他有那种惯性 好等一下 揪揪舞夫 熊揪揪的舞是公侯护心 护心就是心护 是王公诸侯 是王公诸侯很靠得住的人才或者是亲信 这首书呢很简单啊 底下下一首更简单 不过有很多的问题 叫做活矣啊 活矣啊 活矣就是这种植物啊 一般叫做车钱或者车钱组啊 毛絮呢 毛絮呢 他说是后悔之美 在赞美后悔的 实际上毛传的讲法呢 应该是有根据 可是我们后代呢 就无法理解 好 整首诗呢 大致是妇女采集车贤者所唱的短歌 这个就像一般民间 尤其是大陆地区 在古老的年代呢 反是担任笨重或者单调工作 为了增加这种工作效率 也就提升精神或者士气 都会一起唱歌 一起唱歌的话 节奏呢 就很容易控制 出力就可以一致 动作就比较整齐 这是提升工作效率的一种方式 那更准确的说呢 很可能就是女奴 女奴在采集车钱子所唱的短歌 因为要振作士气一边唱歌 当然工作也不能分心 所以这个书呢 就很容易唱 非常的简单的诗歌 好 车钱子呢 它是一年生的这个职务 这个摘培的时候很容易管理 问题是收歌很麻烦 这是当代这个大陆的这些 这个演誉学家呢 他们所承认的 目前呢都是人工摘培 人工摘培管理并不困难 问题就是要收歌的时候比较棘手 所以佛语这首诗呢 就是描述在收歌佛语的这个过程 这里面呢说南方六月呢 就开始生长这个种子 那么北方呢到八月 所以呢 有两种收歌的时机 比如说呢 南方六月开始长出种子 那么夏末两三个月以后 就有种子收成 那北方八月的话 两三个月之后 当然就是秋季秋末要到冬初了 目前一般呢 这个种子采下来以后 这个如果没有办法晒干呢 可以用草的 把它草到稍微的焦黄 所以由他们施工的方式呢 同学应该可以判断 这些种子都没有成熟 这种子应该是青绿色的 没有完全成熟 所以一草呢 才可以看到黄色的 这是车前者 左边呢 就是近代知识学家所作的描述 这侯语开花 那这里面呢 他有讲 在这个功效方面呢 他传统是用来治疗难产 就是传统有这种说法 另外呢 就工业用途来说 活椅的种子呢 它当中有一种焦织 它可以增加食品的这个光泽 那这里面研究诗经学者就说 整首诗描述的活椅呢 是采下来要治疗难产 可是呢 老师判断 这首诗可能是用在工业用途 因为在周兰地区呢 在春秋以前 这个产湿脂品是很有名的地区 为什么会有名呢 就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加工技术 他们的湿脂品比较亮丽光鲜 所以活椅正好就是 让这个光泽突浅突出的一种材料 这种情形就等于四川的织锦 我们成都科技大学不晓 有没有同学来的 还没看到是吧 好这个 诸葛亮统治底下的四川呢 很重要的一项外汇 就是妇女制造这个井 然后拿到井浆去泡水 专家就推测井浆里面呢 含有一种特殊的矿物质 是别的地区所没有 正好跟湿脂品呢 可以很竖配 所以湿脂品一进入井浆呢 整个光泽就亮起来了 所以它可以行销到整个中国 所以足果亮呢 它能够赚外汇 就是靠一大群的妇女帮她织井 是有井浆的帮助 那这首诗《火影》呢 老师推断很可能是 采来用作工业用途的 好我们再进一步来看 就是北方的状况 它说十一月中下旬到十二月上旬 这个火影的碎子呢 大概有三分之二变黄 从来看照片 就可以发现有的已经成熟了 就可以分期分批来采收 而且在早上露水还没干的时候 就来收获成熟 从来注意它这里是成熟的碎子 刚刚前面那个夏季秋季那种讲话呢 那是不成熟的 还要再把它炒熟的 两种有差异 那么它讲要成熟的 收获的季节是十一月的中下旬 讲的当然是阳历、国历 国历的话我们来看今年的状况 十一月七号就是立冬 昨天是十一月二十号 是农历的十月十八号 这个 而明天的二十二号 在节气上就是小雪 它还讲可以到十二月的上旬 可是十二月七号还不到十号 已经是大雪 确实从来看今天北方 大陆北方已经是 这个都是冰雪都结冻了 好,根据它这种说法呢 彩活雨的种子 那恐怕是接近雪天 接近要下雪的天气 所以这种工程呢 就比较艰困 才说比较困难 好,我们再来看活雨的一些药效 本草钢木呢 就说明它是可以强阴易经 对生育有帮助 对生育有帮助 现代的医疗功能 对生育有帮助 对男对女都有作用 好,这个 甚至呢可以治疗妇人难产 这传统说法 其他呢 在战场上还很适用 可以做筋疮止血 被刀剑弄伤的 还可以靠它来医疗 所以它有多方面的功能 底下呢 我们提供同学看的 一个叫骨鱼 骨鱼,鱼就是这种容器 沉水的一种工具 这是它的名文的摩操 那写成这个郑凯的话就在这边 这是简单的写法 用今天的字来替代 这里面提到一个辽女 跟一个辽西这个问题 辽女呢 那是工女 工女之类的 辽西呢 就是女奴 而且呢 这两 这两列人呢 跟后宫都有关系 跟皇后跟太后都有关系 总之呢 这名文所叙述的 就在这地方 就寄述呢 帮内宫 帮后宫 挑选侍女的事情 大概是后宫需要一些服侍的女性 所以就派小臣呢 小臣 一般人都以为是这个 这个 这个燕掉生日期的这些太监 其实在古代呢 有很多都不是这一类的 有很多是皇亲国妻的小孩 比如说皇后良家的 年纪小很多的这些小孩子 就可以当小臣 因为他们在后宫呢 可以到处跑 这个 而且小孩子不会做坏事 很听话 这里面呢 就有学者来探讨 这里同学就可以看得到 古时候呢 这个女奴是怎么来的呢 通常都是末入官 他本人换华 甚至家长换华 全家都变成奴隶 在这个奴隶当中呢 如果说他有才华的话 也许呢 就可以担任比较轻松的工作 如果说缺乏一些技能的话 那么就只有当兮 兮就是女奴 后代宫廷的很多这些女士 侍女都是这样出生的 他们现在的地位是奴隶 可是他们过去可能很显赫 可能是很高级的贵族 那么凭着他个人的才华跟努力 很可能未来也可以恢复 这种情形我们同学 只要看兵汉就可以了解兵汉 兵汉呢 在罗马时代 他就是这个被最好的朋友陷害 他本来是大贵族 就被最好的朋友陷害 全家家破人亡 他本身变成奴隶 还好他本身才能很高 所以后来获得了贵族的场势 把他 因为他救了那个贵族的一命 在战争之中 他很有机制救了大贵族的生命 所以大贵族就把他承认为养祖 所以后来他又恢复了贵族的身份 好 所以奴隶的身份呢 大致有这些起伏 好等一下我们接着来看 这个小臣呢 刚刚那个鱼 那个容器呢是小 主人是一个小臣 在这地方小臣 小臣呢他负责的主要是王后的命令 传达或者执行王后命令 同样太后也会有小臣 好这个 所以像佛语这首诗呢 毛传就讲到 皇后之美 后会之美 是有关系的 好 我们就要开始来谈这首诗了 彩彩佛语 彩彩呢 是讲颜色鲜艳月幕 这我们已经碰到过很多次了 因为种子成熟呢 有的是绿 有的是黄 有的是红 有的是红 有的是紫色 颜色很多种 颜色鲜艳月幕的活语种子 薄颜彩之 薄颜彩之 是勉励的意思 勉励 努力 勉励的 努力的 彩之 去彩它 这里还没开始彩 或者 来彩它都可以 就表示即将要行动了 接着 彩彩佛语 薄颜有之 有 就是彩取 等于取得的意思 就是 努力的 把它彩下来 颜色鲜艳月幕的活语种子 努力的把它 取下来 比它彩下来 底下 薄颜夺之 这个夺呢 就摘取 或者 拾起 甚至是捡起来 因为这活语种子呢 从碎子可能会掉到地上 有的甚至 像稻子会倒贴在地上 就可以把它拾起来 夺呢 就拾起来 再下来 薄颜夺之 夺呢 就是手握着那个 碎子的头 然后整个把它抹下来 手一按紧 手指一按紧 总之 整把的把它抓下来 我们可以换成抹下来 努力的把它抹下来 抹布 抹布那个抹 努力的把它抹下来 好 以上呢 再描述 几种采摘 活语种子的技巧 这也是我们刚刚讲的 有一些家呢 就认为 说成是一种棘手的 因为它 像倒睡那样子 很麻烦 很麻烦 那 采采佛意 薄颜夺之 节呢 就把衣角 把衣服提起来 然后呢 就可以多 或者是包东西 把东西多进去 哦 这一句我们换成 这句我们换成 努力的 用衣服把它多起来 哦 底下 薄颜鞋子 哦 这个鞋呢 哦 就是 啊 把衣服呢 衣角插到腰带上头 同样看到的就是 殷虚 啊 从挖出来的大理石像 不完整 可是呢 专家就凭借这些 可以慢慢的 把它们当时的衣服的状态 把它护原 哦 这是侧面 哦 然后呢 从正面可以发现 它前面呢 都有 肚子这地方 都有一个特殊的东西 哦 好 其他的 周朝的育人的雕像 哦 肚子前面也都有一个 哦 像这个更清楚 像斧头那个样子 哦 这种一般讲法说是B7 哦 像这个也都是像斧头型的 哦 那都是B7 哦 这个 像斧头型主要是增加美化而已 哦 那 一般呢 像后代 汉朝 哦 汉朝人穿的服装呢 有几种 这是当中的两种 哦 那一般的女性的工作服务呢 哦 外头还要再加上一条B7 哦 从而看 这个 红色箭头的就是B7 哦 这种东西呢 在老师小的时候还很流行 哦 这个 在民国450年代呢 那时候凡事新娘子出家 都要有一件这种东西 哦 因为他一出家呢 就要做家事 做家事 避免把衣服弄脏 哦 所以做家事之前呢 都要先围条围裙 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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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叫五十鈴 黑色的 他也叫五十鈴 哦 就从谷 传下来的 所以像老师的祖母那一代呢 她们时常 肚子前面都围着一条 围巾 哦 这个围裙 那有时候呢 需要装东西 她们就用手把那个围裙的脚 把它提起来 提起来一只手提着 然后就可以装东西进去 用手提着的话 那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结 结就是用手提着那个裙脚来多东西 另外更方便就两个裙脚都拿起来 塞到皮带里头去 因为它都是有一条很小的绳子 绑在腰部 所以把两个围裙的脚 可以塞到肚子里边去 塞到那条绳子皮带里边去 那这里边就变成一个 两边有开口的一个大口袋 所以老师小的时候看这个老祖母 有时候在骗孙子 他两只手就从两边伸进去 一直掏一直掏 不晓得他在掏什么东西 那一下子就拿出一个宝贝 就好像小叮当那个白宝箱一样 小叮当也就是手伸进去掏 然后突然拿出一个东西来 过去的老祖母呢 她习惯把这围裙呢 就塞到腰带上头把他细进去 那个就是我们这首书的《邪》 所以同学看说文通讯定生 朱俊生就文字学家他说 多额插于带间就叫做邪 插着就是邪 不用手来提 用手来握来提的就是上面的结 最后一句努力的把它兜回来 或者你更详细的 把围裙插到带子里面 努力的把它兜回来 这样更清楚 以上呢 这个因为是在接近雪天的时候 来采很麻烦的这些车前的种子 因为它像稻子那样是很容易掉落到地上 而且雪天像这种天气 工作一定不舒服 所以皇后他们负责这些工作 因为他们负责管理女奴这些工作 所以有点困难 所以这首诗呢是跟皇后有关联 由同气名文可以证实是没有错的 我们要看这一章的最后一首诗 《汉广》 比较长 而且传统通常都是弄错 描述汉水很宽广的意思 汉水太宽了 这一首诗的最后四句呢 几乎都一样 都是汉之广义 汉水那么宽广 不可永诗 不可能游泳过去的 这一般的常态 常人一般人通常都游不过去 当然选手呢是地域外 最后四句呢都一再重复 主要在强调 那种距离呢是不可能弥补的 也就是说呢因为距离太远 天差地远 所以即使呢很好的女孩呢 也最好理事一点不要随便去追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 汉广毛序呢就是说德广首集 因为道德好 所以它可以呢影响到很远的地方 其实这一句讲法是有点问题 因为呢传统都把这一首诗当成文王时代的诗歌 代表文王的美德 其实呢就后代考古证明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 这首诗呢应该就是到了西州中晚期以后呢 因为国际局势还有自然环境的变迁 国历呢就转移偏重到江南 所以就有很多的黄清国旗就出现到江南 长江汉水这一带 这里描述了就是这种转变 所以把它说是德广首集呢是有点偏差 郑玄的说法呢更清楚 他是讲宙时迎轰,骗于天下 也就说明这首诗呢是文王时代在赞美文王 因为相对的商座,轰期就很坏 这是以上诗序跟证监说法都是一篇之间 因为他们先进的条件就认定这首诗是文王时代诗歌 实际上是不太可能 简单说这首诗是探袭官家小姐 官家小姐呢就刚刚老师讲的黄清国妻人家的女儿 他熟熟勃勃勃就是黄帝,你怎么去追 所以那种距离太远 就像长江汉水一样始终跨越不了 所以他是一首探袭官家小姐高不可攀的民歌 一开始 蓝有桥木,蓝就是蓝土蓝国同意都知道 桥木呢那是高大的树木 可是这里呢是配合古人的思想观念 因为古代呢时常有所谓的摄牧崇拜 像过去台湾乡下每个村庄庙宇一定都会有树木 那就是上古的这种积析 所以影响到文学呢也会把草木当成是一种多意词 草木它有影色的,有影欲或者甚至象征 好像处辞,埃阳里头,望长丘而叹形 丘呢就是指数 长丘呢也就是桥木,故国的桥木 它跟国家有关系 所以屈原看的人就舍不得离开 有关指数呢同学看底下的 这指数呢才只有三年 栽培三年,这原域 原域工作者呢栽培出来打算要卖给人家的 所以只有三年同学看已经长得很高 这种植物呢跟椰子树差不多 长得很高挺 可是它的叶子呢都在上头 同学看台大那椰林大道 椰子树的树叶都在最上头 所以你在底下根本不可能帮你遮阳光 它无法来遮阳光 同学看这照片就是 类似像这个椰子树那个样子 所以这首诗呢就用这种很高大的桥木 来比喻国家的栋梁 也就是国家皇亲国旗 只可惜呢这些皇亲国旗根本不关心老百姓 所以老百姓即使靠近它在它底下 也无法受到保护 这首诗有这种隐喻的意思 好我们再来讲长丘 它高度呢可以达到十五米以上 这个是古代子宫子器的良材 子宫子器呢 那都是讲棺木 因为它是很好的材料 所以古代呢 王公、诸侯都喜欢用它来做棺木 所以一般人家呢 这个家门前面也都会种着几棵这种树木 这个就是预防老人家过世的时候 可以砍下来现成可以用 要不然呢 这些器材呢一买很贵的 现在来买都很贵的 好有关子宿呢 在小雅小便这首诗 也提到为商与子 必恭敬之 子就是知 知夫者也的知 虚知 对他一定要恭敬 为什么 因为商术跟妈妈有关系 妈妈每天都是养禅 小孩子就靠着妈妈养禅支部 才能长大 赚钱 喂饱肚子 像这个商术呢 据说是有1600年左右 才会这么高大 在三国演义呢 同学一开始看刘备家的前面 就可以知道商术可以长得很高大 其实商术呢 若你不管它 它会像乔木一直长上去 那古代呢为了养禅 就会出现所谓的地商 商术很矮 为什么 它为了方便采摘叶子 所以把树干把它砍掉 砍掉它往两边长大 所以每年它要长高就把它砍掉 所以它就变成习惯的往四周来成长 变成矮树 接近地面 那是人为的简树 好 那么子树呢 就代称 可以代称父亲 所以商主呢 就可以代表父母 或者是故乡 同学的故乡就可以称为商主 商主就代表同学的家乡 像这个都是文学技巧上所谓的隐喻 隐喻 处词 诗经 就是喜欢使用这类技巧 底下呢 我们再来看比喻 就乔木以外的重要含义 像孟子梁慧王底下 就说到所谓故国 会有乔木之味 有士臣之味 士臣呢 就世代都是国家的重臣 所以根据孟子的用法呢 乔木它是一个多语词 有本身的基本意 就植物学方面的含义 有比喻意 有文学上的意义 那这里的士臣呢 用的是文学上的意义 是比喻的含义 这种呢 可以把草木当作隐喻 这种文学技巧 就是诗经的一个特色 有关周朝对南国的经营呢 这里我们同时看到的 就是泰宝玉戈 这个是一对 一对 一把有刻字 另外一把没有 那当初呢 是在八国联军之后 在陕西的少宫池挖出来的 当年呢 八国联军 慈西太后就带着皇帝 就沿路逃跑 最后跑到了陕西 幸好没有事 没有事呢 皇帝、皇太后回去 当然要感谢 这些神明的保佑 所以反是他们经过地区的庙宇 都要重新改建混刷 所以像陕西的少宫池呢 那时候也就开始重建 结果一挖呢 地底下就出现了 少宫当年的这种玉戈 挖出来的时候 这两把玉戈呢 看起来很破烂 外表就好像岩石 像石头一般的 所以当时就很廉价的 把它卖到国外去了 就近代呢 用科学的这个扫描仪器 一扫描才发现 所有桌朝时代的玉 是这把玉戈最好 排第一的 所以当时挖出来之后 很多的卖玉的这些专家 无法鉴定他的好坏 反而是桌朝时代的专家 肯定这个玉是一流的 今天用国外的那种科学仪器 才能证实桌朝人 这些专家眼光很独到 这是我们提供同学参考的 一把有刻字的上头就是这边 字很小 第一个字是六 六 这个六月丙银 老师就站在这边指好了 银 就是一个门 向内那个就是银 底下一个箭头那就是银 直瞅银毛的那个银 那么接着就是一个字是王 国王 然后一个石 石同时代就是在的意思 银就是银京首都 周王周天子在银京 那下一个字呢 同学很清楚可以看到是令 命令 接着是大小的大 底下就是宝 太宝的宝 命太宝 太宝底下那个一个眼睛上头长的一个草 这是台湾省的省 眼睛上头有一个草的叫省 去省宿或者省宿南 那个南同学很清楚是南国 好这是可以知道呢 在西周初年对南国老早 开始经营了 好问题就是像少公呢 不可能住在那边 好所以这些高职位的高阶的 大概就是还留在北方 没有到南方 好那么到了西周 中晚期内这种情势 就缓转了 就开始改变了 就周晚期呢 将他人口素质有变化 这有考古挖掘呢可以发现 就是79年呢在湖北水县 出现了一个周王春 所留下来的东西 那么中安研究院十一所的专家呢 许卓云 他就说 这个人就是周牧王的后代 始于王子王孙的身份 所以这些到西周中晚期呢 就跑到了江汉一带 另外的像中称府 这八一年呢在南洋出土的 南洋呢那就是大雅松高里头 那个深薄所轰的国家 他本来已经有轰国了 可是呢到西周宣王时代 大概国际情势有重大变化 所谓改洪 所谓改洪呢就把一个 已经成立的国家 搬到另外一个地区 那就是改洪 那当初很可能就是 为了对付南方楚国 而且呢那地方 很容易发展国皇的重工业 因为那地方水利、煤铁都很丰富 尤其是西周中期呢 这个铁呢逐渐受到祖墓 所以周天子呢很可能就是 有长远的计划 可惜呢后来无法兑现 他这个中称府呢 由他的名文可以知道 他的祖父就是皇帝 祖父就是渔王 所以这些人呢 也都是王者王孙 到了西周中晚期 才跑到江汉 来当官 也就是定居渔幻这个意思 中称府龟呢 这个龟很特殊 并不是在于他的外形 用途呢就跟我们今天彩色过一样 就是主幻用的 主幻就用这种龟 问题是他里面刻了一些字 从而看第一个是蓝 从而看得出来 第二个字呢 古人以及现代文字学家 都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 因为无法分析 为什么 因为他旁边就是 我们讲过的乱层的乱的一半 同样的那个偏旁 因为这个偏旁 专家始终搞不懂他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字呢也就无法分析 后来就借着他是同性出土的地方 再配合历史记载 终于确定这个字其实很简很简单 就是这个字 这么复杂的字呢 我们今天用写的其实就像中这样子 很简单的写法 最后呢专家才确定这个字简单说就是神 靠这个彩色锅来肯定的 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字 这个古字 我们看这凯字的第三行的第一个字 那是古字 那是蛮夷的那个夷 夷的古字是这么写 那个字是夷王 夷王 确实来了皇亲国旗 这些人当然都是符合乔木的身份 也就是士臣的身份 所谓士臣呢就是与国同修夕 国家好他们就会很好 国家王呢他们就恢复变成老百姓 甚至变成奴隶 直接被杀头的都可能 所以他们命运呢跟国家是一致 那这就是士臣 他当时的时代背景呢 我们看竹师祭连 就是在周历王的时候 同学看十四年 先允呢入侵首都 历王时代呢政治比较差 所以蛮夷呢就入侵首都 有战争的危机 然后同学再看后头二十二年以后 连续的五年都是大汉 都是缺水 可是在南方呢 又有长江又有汉水 不可能会缺水 所以北方呢因为有各种大自然 以及战争的危机 所以那些贵族就逃难到南方来的 有了水呢就可以天天洗澡 这差很多的 所以西州中晚期内江汉地区 就出现的这些黄清国期 一开始南有桥木 南国有枝干高丛的树木 或者挺足高大的树木 就像爷子书那样子 不可修习 这个习是错字 应该等于思考的书 这后来人写错的 书是语词 在强调不可修 它是语注词 可是修呢就是修习的意思 大概因为这个有 听老师在讲修是修习 这就写下来变成不可修习 笔记写错 后来人就沿袭这种错误 这是一个错误字 修就是修习 习呢是错误字 误考的误语词不欢迎 却不可能在树底下 在他底下来修习啊 也就是说呢 南国虽然跑来的这些黄清国期 实际上他们对国家 对老百姓一点帮助都没有 不会体贴老百姓 所以读这种诗歌呢 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迷心被离了 这国家很快就会接触 接着汉有游女 汉就是汉水 游女呢 游简单说是游玩 从家里出来游玩的女孩 因为这些大官呢 当然会带着太太 一太太一大群一起来 所以有太太一太太 当然儿女都会跟随 这些小孩子都是领甘心的 黄清国期都是领甘心 他们每个月每年都有薪水可以领 可是不用做事 那整天无所事事 只好到外面去玩 这就是游女 出游的女子 可是呢 传统把它说是女神 女神 不是演艺界的女神 而是真的是 人家拜拜那种神 我们来看一下 像鲁书 刘相在列仙传就说 就说这个 有一个郑家户在江汉之梅 梅就水汉草交接的地方 同学大概会知道 就江水汉水旁边的地方 遇到了江辉两个美女 那郑家户呢 一看就很动心很喜欢 可是不晓得他们是神 所以打算要跟他去交往 要定交 古人定交呢 就是我送东西给你 你接受你就回报我东西 同样的张衡呢 张衡他是荷兰的南洋人 他写的一篇南都户 也有游女弄诸于汉高 汉高呢 是三名 在襄阳的西北方 知渠就水边 在襄阳的汉水边 好这里呢 襄阳跟刘向奖的江汉之梅 那是差很多 因为襄阳只有汉水 刘向奖是还有长江 表示这个距离已经被搬了一大段地区 为什么 因为张衡他是南洋人 襄阳就靠近南洋 所以他就把这些女神出现地方 搬到他的家乡附近 所以后来人不小心就听张衡的 这女神出现地点就变化了 就跑到汉水去了 不是江汉的 好这是地图 本来神话产生的地方 也是在隋州 隋州蓝色的这个地方 襄阳是在中间 张衡是南洋市这个地区 本来在隋州地带 就把他搬到襄阳这地方 靠近他的老家 韩氏的话呢 像郭璞也提到了郑家府 那么其他的韩氏内传也提到了郑家府 在汉高台下 张衡更是会提到 这韩氏外传也就清楚的说 郑家府将南市处 要到南方的楚国 那尊比汉高台下 就走到汉高台底下 乃遇二女 碰到两个仙女 配两株 配着两颗很大的宝珠 而且大德好像荆基的卵 那么大 好 这里我们来看 这个卵的大小 而且它跟时代有关联 其实的话呢 在玉琳也提到 就是汉女难得 那菊秀请配都是郑家府的故事 同样玉琳也恶女宝珠 勿郑大夫 总之呢 经文三家书 都把这游女呢 说是汉水女神 这是互惠的 所以就影响到 像日本的诗经学家 白川敬 这首诗呢 就解释了一套图 好 底下 游女弄珠 我们做个检讨 其诗呢 就称为宝珠 没有讲大小 韩诗呢 形容像荆基乱 或者大如荆基之乱 我们参考本草纲目 荆基呢 大概就是仓基 仓基 仓基呢 仓基呢 近代公刃 大概就是百整后 百整后 他的卵 老师写在这边 大小最长呢 大概98mm 就是9.8公分 快接近10公分 也就是 这个 他的直径呢 大概可以接近10公分 9.8公分 9.8公分 好 这种鸟类呢 我们 由这个 照片 就可以 看出它确实的大小 站起来呢 大概到人的腰部 好 这是报导 底下呢 底下呢 我们就由这个 他的直径是9.8公分 来讨论 他这个 时代 背景的问题 我们参考 租众的项背经 这《列仙传》记载呢 他的租众这个人 他专门养磅壳 来产租的 当时呢 他就献了直径有三寸的宝珠 给吕太后 给吕后 那吕后呢 就赐给他五百斤 大概是五百万的报酬 那鲁园公主呢 就是刘邦的大女儿 他的这个女后的女儿 私底下呢 就送的租众 就七百斤 所以后来呢 租众就送回送他四寸的宝珠 然后后来就失踪了 好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根据《列仙传》来看看 西汉时代养珠 那种珠的大小 这养珠呢 这个宝珠会越来越大 那是要累积经验 累积技术 就等于我们今天的晶圆一样 科学研究的晶圆一开始做呢 不是非常大 都是小小的 技术慢慢的提升才会越来越大 养珠也是一样 一开始比较小 那这个所谓三寸跟四寸 我们看西汉三寸的话 大概八点二三公分 或者八点三公分 就小于前面讲的那宝珠的这个大小 也就是直径九点八公分 西汉的时候呢 还不到九点八公分 若东汉三寸的话那又太短 那底下西汉四寸的话 若说呢 这个传说的 这个 养珠呢 有四寸 用西汉的标准呢 那已经是超过十公分 远远大于九点八公分 所以可以知道呢 在西汉初年没有这么大的宝珠 这个西汉四寸已经超过十公分 那时候养珠技术呢 还没有办法产生这么大的宝珠 所以呢 四寸的话很可能就是东汉时代的传说 东汉时代传说的四寸的宝珠 所以整个背景呢 也就是在东汉时代所传说的 所以三寸很可能就从战国开始流传 到东汉就定型的 所以就把这游女解释成仙女 所以我们简单方法就用宝珠的大小来推测 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好 底下有关这个宝珠呢 过去很有名的就是随猴之珠 凡是储处还有庄子等等 提到的宝珠呢都是随猴之珠 为什么 因为这个珠呢不是人间有的 因为随猴它是汉东之国 在随州市这个地方 这个国王呢他有一天到家外 看到一条蛇重伤 然后他就很慈悲的 就把这蛇把它治疗好 治疗好以后蛇回去呢有一天 这随猴呢在江边就看到江中 跑出一条大蛇 而且口中含着一颗大宝珠来报答他 那颗宝珠不是人工的 而且晚上会花光叫明月珠 实际上大师恩有没有这种东西 这当然是人编出来的 所以这个传说呢最主要我们要从随猴 来开始找所来追寻来追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